來英國餐廳的文化跟香港有些少不同 其中一件事,我覺得最好就是每次如果你真的想要去餐廳 有一個比較苦的服務,記住佈台 西人很喜歡安排好給你的 就算你預訂桌子的時候,他們都會特別預留一張比較漂亮的桌子給你 記住,如果你去餐廳,最好預先給別人一份訊息 就幫你預訂一張桌子,跟別人說你多少人 或者是否需要HIGH CHAIR,有沒有小孩子 你會得到更好的桌子 如果你是walking的話,最好在門口就等一等 等到有個侍應或者經理 他就會帶你去桌子那裡坐 所以就不要直接這樣走進去 第一次他們就會叫你先點點飲料 就不要立刻想著別人催你去lock down,叫菜 就叫了點飲料,慢慢來,然後放鬆一下 喝了一杯飲料,再慢慢看看菜單 然後再去想一下你吃什麼 好的餐廳呢,它會怎樣做呢? 一個侍應是負責一個Session的桌子 所以通常你的Session的侍應就是不會 什麼人都會走過來的 永遠都是有一個人是負責你的桌子 所以你可以直接找這個人 然後他就會幫你